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跟南京城墙结缘是因为我要到南京来上学 人家说南京是山水冲林 就想要去找一个合适的形式来说这个事 后来就觉得摄影蛮好 一代一代的城市的市民 他们和这个城墙 就是有这样子的紧密的不可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就特别想拍这个城市特别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可能会觉得养育孩子更多的是女性 但是现在有好多奶爸 很温暖的奶爸 我有拍到那样的照片 就是一边是外婆奶奶寄的推的那个小的滕雨车很古老了 你看这边过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奶爸 他抱着他的孩子 他是坐的什么 那个动力车 他抱着就踩着动力车哗哗地往前走 然后给他小孩小孩开心都不得了 有一个叫刘新明的有一个大豆茶幸存子 从国家公祭那年开始我就一直在拍他 他就在这一段生活 其实也就是在城墙下生活 年前的时候他还要求我就是说带他出来钻一钻 我还把他带到五常龙公园去 他就走了 就是在清明前后忙就走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故事 好的东西你要更加努力地去拍 要抓紧时间地去拍 就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影像 就是每一样的作品都有它的气质 都有它的质感在里面 我把它交给了时间 交给了这个时代 所以我肯定会一直拍下去 如果我们回想起床 也订阅 rất一定 车唱 标不 compose 没 微 Luk